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路过 你放心 我刚刚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绝对不会说的 你放心 没事 不过 能不能借你的手帕一用 给 蠢蠢 跟我回家 周公子 这位姑娘明显不愿意跟你走 何必为难她呢 就不劳烦罗公子费心了 周公子 这位姑娘对我有憎怕之言 今天只要她开口 我就不允许你把她带走 而且周公子 你对你的女伴 未免也太无理了 女伴 这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 许淳淳 你放下 先告辞了 哎 多谢款待啊 看来 你的樊心均心里有人了 说说东西 明天就回福春 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我又不是你的行李 要走你自己走 你才刚来一天 就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 正怕留情 要是多待几天 还不知道你们干出什么事了 哎呀原来如此啊 你在这个天都都待了三年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 樊心均 那都是小时候的玩笑话 我和他 你和他 我我知道 你和他不过就是英雄救美 然后星术读书 屋顶看星星 叫外饭粥嘛 早就传遍天都了 他说什么你就信啊 那读书的时候 都是几十个人在一起玩的 他偏偏话我 你别插开话题啊 你给别的男人送手帕 我可是真真切切地 看在眼里的 你瞎说什么呢 人家那是手受伤了 我给人家包扎一下 你都没这么关心过我 你 关心好了 你还敢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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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